这个实验我们会看看圆形波在粒面的反射 水波的反射和光线在粒镜的反射遵从相同的法则 现在波源是在圆深的位置 你见不见到反射波呢? 慢镜会看得清楚一点 反射波是反射回圆深 接着波源是在焦点的位置 反射波变成直波回出去 看下慢镜 我们现在用连续圆波做反射实验 波源是在远离圆深的位置 我们见到反射波在粒面前形成一个实像 接着我们缩短波源和粒面之间的距离 像和波源的距离也缩短 如果再将粒面逼近波源 直至波源在圆深的位置 反射波变成直波回出去 反射波变成直波回出去 如果将波源再移近一点 反射波变成圆波回出去 好像在粒面后面有一个源头 这个粒面后面的源头我们就叫做虚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